好 不好意思 這個 錄影這個包為什麼快沒有到 所以就 AGG一下 好我們 禮拜二的時候呢 我們上到了前一集 就是這個 一條線 然後這樣寫寫 一條線然後斜斜的呢由這邊到這邊 這一題 那這一題有沒有問題 上個禮拜講完了 有沒有問題 這個題目好 還是很快速複習一下 這個題目呢 最重要的是說你怎麼去寫出這條線 它的方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線的這個方程式 其實是這樣子 你看到這L 它是怎麼走呢 它一個X方向是走了A 走的A 它在這個XZ平面上 它的截距在A這個點上 所以它沿的方向走了這麼多 所以它是AI 那沿的Y方向呢 Y方向它由正走到負 所以它前面是個負號 負的AJ 那往上走呢 是正的AK 所以你知道能不能寫出這個方程式 用F的IL close B去做 就可以解出這個問題起來 所以說你看這個IL close B 那L是A嘛 對不對 IAV 然後 這一條方程式 然後呢 close什麼呢 次長方程式 往J的方向去走 所以就是解出這樣子 那這是它的這個向量形式 那如果存量的形式呢 存量的形式的話 就要把它往平方向加開跟號 那不要忘記 這就是單位向量 所以單位向量的平方開跟號 就是1平方加1平方 因為正負號就被2平方掉了 所以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根號1平方加負1平方 所以就會等於什麼 根號2 就這樣子來的 這是我們一般二人所講到的 好 所以最後解出來 F不得就等於這個字 就等於這個字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9支 所以29支是這個題目呢 又再次看到了 之前是在辨學看到 現在在辨學又再出現一次 你要知道這種題目 辨詞的題目 通常辨會出現一次的話 詞也會出現一次 那這題是什麼呢 這講是一個彎曲的這個線 這個 這個線就是所謂彎曲 所以一個彎曲半圓形的線 那這個你們很熟悉的 那這個磁場是往內 通進去的 所以 比如說一個彎曲的線 然後磁場是這樣進去 好 那這樣進去的時候 發生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好假設我今天 這個線上 通有一個電流 通有一個電流 叫做I 那這個磁場的大小是B 是射入這個螢幕的 所以呢 要你去求什麼呢 求這一個回路呢 所受到的 這個力量有多大 好 那延區我們以前學過的 第一個我們可以知道 那邊X方向是完全對稱的 對不對 我這樣Y切條線 假設我今天 一樣 從這邊切條線下來 所以左邊跟右邊是完全對稱的 所以原來X方向的任何力都會抵消掉 那因此我們不需要X方向的力 我們不需要X方向的力 我們要計算只要算Y方向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怎麼去算這個 這個Y方向 好那因此我們來看 首先我們知道我們F 一樣是ILB 那現在因為它是一條彎曲的線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是一條直線 FILB 3Z 就完全就是 直接算就好了 那這個呢 這個 這個 ILB的L 因為它每一段都是不一樣 受的力是不一樣 所以你變成不能說 從頭 你算到我用一個東西 就解決了 所以這時候就要應用到微積分 那雖然應用到微積分 我們就要想想看 那這一個半圓形上的一個小單元 任何一個小單元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個在你們學電學之後 也用過 這個DL 以前用這個DL的時候 一樣是怎麼用 這個DL相當於 什麼呢 R乘上 這個打開一個小小的DESETA 的函數 那因為我們在這裡頭 作為應用最大的 最重要一點 就是把變數化繁為簡 盡量把變數縮小 變數縮少 不要一直積好幾個變數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想像一個問題 這每一段受力都一定是 跟這個角度是有關的 所以我就把全部都畫成 直角度的函數 所以依照這個邏輯 DL 就把它畫成R 乘上DESETA 因為R是常數嘛 因為半徑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DESETA SETA是會隨著角度去變的 在這個變數裡 所以DL等於RDESETA 那我們就把這個先寫出來 那因此呢 原來的這個式子啊 DF等於I DLXB的時候呢 這個DL就可以用RDESETA 完全給它帶進去 所以你看到 把這個全部帶進去 就變成I R 然後呢原來的B 然後呢 因為LXB 這個是SINE ZETA 然後再成這樣DESETA 所以呢 就是I R B SINE ZETA 就整個就寫出來了 好 那想要這裡 微值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剩下就是簡單的微積分問題啦 就去積分 那我從 我這個角度呢 從0到π 去積一下 從0到1 去積一下 所以呢SINE的積分是cos cosπ 負一cos0 1 減一下就變成2 所以2I R B 那或者說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I 2R B 因為R是什麼 R是直徑 因為呢 這個是什麼 這是直徑 這是Diamit 這是直徑 所以一個半圓形的環啊 它SOLD的力的大小 跟你上面的電別有關 跟你直徑有關 還有跟你的磁糖有關 跟你的三因素有關 OK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今天喔 假的你在旁邊你看電線 你把電線 就擺在D上這樣子 就這樣子一個圓圈 對不對 擺成完全的圓圈的話 沒有問題 因為擺成完全的圓圈 表示什麼 這個D會怎麼樣 全部消掉嘛 因為就跟S方向一樣嘛 你知道是一個完整的對勝形狀 一定全部上下左右 全部都消掉 那擺一個半圓呢 那有個磁場 有個電流呢 它就會怎麼樣 就會動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開東西是什麼電線 動一下動一下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下一個問題 剛剛講到半圓 那就要講到全部都 把它封閉起來 所以我們在講 TALK TALK是所謂的利局 就是說 在有一個電流回路中的利局 是什麼樣子 我們來討論這一個問題 那這個其實就是做 這個電風扇 最近那個 美國靠的那個電風扇 現在有看到的啊 有沒有 Facebook的一個美國操的那個 盾牌電風扇有沒有 我去做這個電風扇 我去做這個電風扇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就是說 在一個 這樣的一個回路 你可以看到先 我們先看這個回路這個架式 這左邊跟右邊 是兩塊磁鐵 這是N級 這樣畫還有 有點誤導 反正就是說靠這邊是N級 靠這邊是S級 並不是它這個磁三級 一般我們都這樣畫 所以N級到S級 就是我的磁三方向 那我們定義這個方向 叫做X方向 好 那 所以呢 如果這個是X方向的話 Y方向在哪裡 一樣嘛 對不對 這個手 有沒有 XYZ 轉90度的話 Y就往這個方向去了 反正X方向是 X方向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Y就要變成這樣 那Z還是不變 就把手扭轉一下而已 轉90度 轉90度 好 那這裡就有一個 這個 這個 一個 什麼 方 長方形的一個 一個回路 那這個回路呢 上掉兩根針把它頂成 那就可以旋轉 那電流會通過去 然後從這邊去轉 好 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下 它所受到的力矩 會長什麼樣子 那首先我們看第一塊 我們先看這一邊這一塊 這一邊這一塊 那為什麼要看這一邊這一塊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想說中心線在這邊 中心線 這是中心線 那我們要算力矩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基本上就是有 真的能夠用的力矩 就是我移動的方向 跟我的這個方向 有用的就是這一片 還有這一片 還有這一片 好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這一邊這一片 那這一邊這一片呢 我的力是這個樣子 電流是從上往下去流的 從上往下流 所以呢 我所受到的力 應該一樣 ILB 對不對 所以I呢 I本來他就給電流是I 那 這個 L呢 L方向是怎麼樣 L呢 是從上朝下 對不對 所以由上而下 這個方向呢 就是什麼 IJK 就是K方向 對不對 它是K方向 然後呢 長度是多少 這個邊長是C 是C 然後K方向 可是它是沿著負的走 所以是負CK 所以其實這是ILB的L 這是L 這其實真的是L 就是F F 等於I L cross B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L 那再來再乘上B 那B當然是沿著I方向X方向 X方向是I 那 那 所以X方向就是I 然後Z方向就是K 那這整個乘起來 去做一個Cross的話 K Cross I是什麼 K 是Z方向 對不對 I是X方向 所以Cross就是什麼 Y方向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Y方向是什麼 Y方向是J Y方向大家是J 所以是負ICTJ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要習慣一下 這個考 考電子節常常大家就會 比出小的麻痺的姿勢對不對 欸 奇怪這哪個方向 這樣子很好玩啊 那考試的時候看到這樣 這樣子 那記住 右手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右手定格 對不對 那 比如說這個 中指是X 大拇指是Y 這個是Z 所以剛剛那句 像轉角數是這樣子 所以 比如說我在講 或者說 我們用手掌對不對 假設呢 你今天講的是 K K方向是什麼 K方向是Z方向 對不對 K方向用大拇指 K方向 然後呢 Cross I方向 I就是X方向 X方向用四根手指 所以你掌面就是什麼 你現在看往上是X 然後往前 欸 往上是Z 然後往前是X 那掌面是什麼 應該就是Y嘛 對吧 就是Y方向 那Y的大概是什麼 是J 這要說明一下 給大家 搞不清楚為什麼 怎麼K K就變成J了 畫一下 畫一下 一般你們熟識的 X就是I方向 然後Y就是Z方向 然後就是K方向 那因為它是單位 相量線 加個帽子 所以呢 當你的大拇指在這邊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的四根手指在這邊的時候 四根手指 好像按讚 對不對 所以我的掌面 我的掌面 就是朝哪邊 朝這個方向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我們繼續齁 好 所以那同樣的F2 好 同樣的F2呢 一樣 電流是由下而上的 所以這邊是I 這邊是I 然後呢 我的磁場是這邊 所以是I 然後這個電流方向 L方向是沿著Z軸 所以是CK 正著CK 然後呢 再CLOS B 所以K CLOS R一樣 它一樣是J方向 所以力矩呢 這邊一樣是ICB 然後也是J方向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頭呢 我們的這個力幣有多長呢 這個是轉軸 這是轉軸 好 那轉軸 然後這個呢 是力斯加的方向 所以整個力幣是一半的什麼 一半的這個長度 所以一半的長度是什麼 2分之A 然後注意喔 它有角度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頭影 我們來看這個頭影 你看喔 這一個 這個夾角叫θ加 然後呢 這個 這一個 藍色線 看一下藍色 這個藍色線是 這整個面的什麼 把項量 這是μ 現在比較像μ的這個 所以 μ 跟我們的 B磁場 磁場是連著X方向 μ跟B加A 改叫θ角 所以呢 那 所以呢這個面到這邊 是90度嘛 對不對 面 把上面一增自己 乘以90度嘛 所以這是θ角 當然這裡也是θ角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θ角 OK 所以呢 我們利幣真正有用的利幣呢 有多長 真正有用的利幣就這麼長嘛 對不對 這才是真正有用的利幣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 r垂直 就只有這麼長 那這個長度是多少呢 2分之a sin sin 對不對 因為這邊是 這個整個長度叫a嘛 那這一段是2分之a 所以2分之a sin sin 就只有這麼長 真正有用的利幣就是有這一段 這一段 那因此呢 最後我們的利局是什麼 利局呢 利幣 這個利幣乘上利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進的利局怎麼算 正的部分呢 正的部分有一個 ICB ICB 去乘以2分之a sin sin 負的部分呢 有一個ICB乘上2分之a sin sin 所以兩個加起來 就是2倍的ICB 2分之a sin sin 那2跟2消息消息 就是一個 I ACB sin sin 幹嘛想想 a乘上c是什麼 這個是A 這個是A 這個是C 其實上面都有寫 所以A C 其實就等於它的面積 大A 所以這個是大A 大A 我們的H 就變成什麼 IAB sin sin 來 好 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啊 就是說 好 這張圖換成什麼 從上面往下看 剛剛那個圖是挺棒的嘛 現在我們從正上方往下看 我更清楚 所以剛剛這是C他講 所以這也是C他講 所以真的有用VB在這邊 這是剛剛那張圖的 這個什麼 圖示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定義的東西 叫做磁偶極矩 什麼叫磁偶極矩 我們上次以前有上個電偶極矩嘛 電有偶極矩 遲 自然也要有偶極矩 那所以遲偶極矩呢 我們定義是什麼 我們的Mu 定義成 IA 那假設我們今天這個是一個線圈 線圈這個N呢 代表線圈的扎數 學過吧 扎數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是扎數 這個字 有沒有學過這個字 好 IA 那是基本一個Mu的量子啦 那現在你今天這個線圈裡頭 繞了N扎 一直繞一直繞一直繞 繞N圈就對了 所以IA 沿著N方向 N就是什麼 平面的方向 就我們定義成Mu 這叫做磁偶極矩 磁偶極矩 那單位呢 是安倍直方比平方 好 那我們就知道呢 這個 TAU等於Nu 剛剛有寫過 剛剛這個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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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寫的I A B Sine TAU TAU 對不對 剛剛 IAB 塞一下 所以呢 這裡前面就是什麼 這不就是Mu嗎 對不對 只是你有沒有N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跟B 去做一個什麼 Sine TAU 其實就是什麼 是一個Cross 所以就當然會等於Mu Cross B 就這樣子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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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這個你們可以想想 它跟電的什麼很像 插一下 它跟電的什麼東西很像 還那麼像嗎 電我們在算TAU的時候 跟一個東西有睡音 有沒有想到 好 就忘記了 是不是 我們還有一個P 是什麼 電流極局啊 Close 1 1是什麼 變長大小啊 有沒有印象 有吧 P Close 1啊 那現在 電磁場是Mu Close B啊 所以它電磁局是個對稱的 電磁都是對稱的 通常想例舉是Mu Close B 或者是P Close 1 那 這個 如果換成能量呢 能量以前 U等於負的P Dot 1 有印象 U等於負的P Dot 1 所以詞同樣的 地體 如果是用Close 地體是Close 什麼樣是Dot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U 就等於負的Mu Dot B 就跟我們那個 電流極局一樣 有沒有 P Dot 1 是不是完全就對稱的 對起來就一模一樣 所以理論上 學電磁學 學電學 大部分的磁學都可以用 或是學的磁學 大部分的磁學都可以用 或是學的磁學 大部分的磁學都可以用 這個題目呢 其實就是剛剛的題目的變形 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 這個 這個Square Loop 就是有一個方形的 這個 這個 迴路 然後呢 我們從上面去看 從上面去看 從上面去看 從上面去看的時候 指這邊好了 從上面去看的時候呢 它這個 整個迴路的面呢 跟我的X方向呢 是X的37度 X的37度 所以呢 這跟這個X的37度的時候呢 這個迴路的法向量 這個迴路的法向量 也跟 它這裡有說 我們外加一個磁場 是0.5J J是一個什麼 Y方向 所以說 0.5J的磁場 是這個樣子 所以 依照這個 相似三角形的原理 所以這37 這邊也是37 這邊也是37 好 那這個迴路上 通了兩安培的電 通了兩安培的電 所以它讓你去問 第一個 這個迴路 它的磁局 是多少 第二個 這個迴路 所受到的 逆局是多少 第三個 如果把它轉到平以後呢 那我們 這個 這個 所需要的能量 最少的能量 是多少 好 因為 這可以隨便轉 你可以轉100圈 就回到能量的0的那個點 他說最小的能量 就可以了 不用說它等好多圈 好吧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要先 求這個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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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知道它的方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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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N怎么去定义的 所以这N呢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法向量 我可以卡住了 看到这个法向量 这个法向量呢 它的方向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去想 现在看到往这边走是跟X方向怎么样 完全反过来对不对 所以它的X一定是负的什么 负的这个长度 那负的这个长度是做啥 这个长度叫做sine 37度 所以负的sine 37度 就是我们的X方向 还是点I 那沿着这个J方向呢 因为它这个面是往这边走的 所以它是正的什么 sine 37度 所以我的这个单位相应 就可以写成负0.6I加0.8J 负0.6I加0.8J 好 这第一步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方向了 因为我们μ 不要忘记μ等于什么 μ等于n 然后呢 i a 然后呢 沿N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N方向了 这个已经知道了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什么 我的NiA 那n 这里头n它转起几扎 这里有五个turn 就五扎 这个就是五扎的意思 好 然后呢 它的电流是多少 2安培 那它的面积呢 这里头 20公分就是0.2公尺 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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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我就可以全部都知道 这个5乘上2A乘上0.2A的平方 不要就是平方 方向呢 是-0.6I 加0.8J 所以整个的词举 它用向量形式的表示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最后算完 或者是-0.24I 加0.32J 单位呢 3倍成1米平方 这是第一小题 那当然 你可以问它量值是多少 那不要忘记 量值是什么 平方向下开根号 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求它的量值 绝对值μ的话 绝对值μ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根号的 负0.24 平方 加上 0.32 平方 啊这样就等0.4 它的量值要由这一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开根号来去 好 好 是A小题有没有问题 没有齁 好 好 来 B小题 D小题 这个tau呢 等于μ cross b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它这个问题要问我们这个的 力矩 因为tau等于μ cross b 所以 你为什么要写的向量形式 因为等一下你要算它的 力矩 所以呢 μ 我刚刚你算出来 -0.24i 加0.32j 那b呢 b的方向是0.5j 0.5j 0.5j 单位是pesla 所以我们就来看 所以 i cross j j cross i cross j 不用算 因为自己cos自己是雷零的 cos自己乘自己是雷零的 那i cross j呢 所以i cross j 什么方向 i cross j 所以是k方向 对不对 所以 最后就剩下什么 0.24乘3 我变成0.12k方向 然后单位呢 是牛顿乘以0 这是第二小题 好 好 接下来 第三小题 要求到能量 转到平 转到平 需要多少 最小的能量需要多少 所以 我们知道能量u等于什么 μbcosc μbcosc 所以我们的μ 大家已经算出来是0.4n 0.8 那b呢 是 0.5tesla 所以呢 μbcos 37度 所以cos 37度会算 对不对 所以整个带进去之后呢 整个带进去之后 成了什么 变成什么 从sine 的系统到0度的话 就是0.04j 刚刚讲 sine 的系统是 现在的 现在的位能 然后转到0 就等于0了 继续相相减 就是0.04j 转到0 0 0.04j 好 那個問題 沒有問題 那29-6講之前你們有學過腳動量嗎 有沒有學過腳動量有沒有學過以前 沒有 我也沒有學過腳動量 所以最後不知道腳動量的定義是什麼 R cross P 知道嗎 Rmv 就是腳動量 都沒有學過了 這個 這個是因為一剛鍋本的原因 還是因為入學學測跟指考的原因 因為腳動量應該是蠻前面的啊 對不對 腳動量有講話應該是蠻前面的 因為不然你們沒辦法講科普的行進力動聽力嘛 你們有講過科普的行進力動聽力嗎 以前 那你以後有講到腳動量守門嗎 有沒有 有嗎 所以R cross 你們可能不叫R cross P 你們叫Rmv sin z 但是現在叫R cross P 因為mv等於P 稍微聽一下 別人忘記 我們的腳動量我們用通常L這個圖號來代表 那在副理上 因為本來應該是先上上學學的力學啦 這是R 我一定是先不怕 我應該會不會很怕 也會不會很怕